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的女主角玛丽 玛丽因为差点烧死自己的男友进了监狱 直到贾世官为她做宝 女孩才从监狱里出来 无事可干的她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份工作 于是在贾世官的介绍下 她来到了这个加油站 面对老板的询问 玛丽坦言了自己的经历 并保证一定会做好这份工作 她的这份坦率让老板很是欣赏 又是熟悉的老朋友贾世官介绍来的 便答应让女孩留下来 今晚就上班 应聘成功的玛丽十分欣喜 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送她来到这里的好友 两人一起回到了镇子上 约定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玛丽便回了自己现在的住所 却在打开浴室门的时候 看到了自己难以忘怀的一幕 身着羽翼的男友竟出现在这里 手中正抓着一个女孩 不断将她的头塞进装满水的浴缸里 变态的男友还拿出了一把锤子 让玛丽亲眼见证了女孩的死亡 玛丽听着里面的声音瑟瑟发抖 嘴里一直喃喃着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玛丽猛地关上门 取出身上常备的药吃下 然后深呼吸一口 抬头就发现 贾士官正站在她面前 面对男人的询问 她急忙转移话题 贾士官却怀疑地看着她 一把打开浴室的门 里面空空如也 男友 女孩 旭池 全都消失不见 那些全都是玛丽的幻觉 玛丽回到房间 盯着贾士官的虚导 因为她有妄想症 很多人不愿她出狱 是贾士官一人扛下了所有的压力 才让她有了开始新生活的机会 女孩沉默地听着 扯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 转移话题 说自己找到了工作 贾士官很为她开心 再次叮嘱一番 离开了这里 随后 玛丽来到公园 等待好友过来 却再次看到了男友的身影 她吓得后退 碰到了好友 一下子清醒过来 不远处的男人也消失了 敷衍了担忧她的好友 两人一起去吃饭 玛丽一直紧张不安 没什么胃口 在好友的追问下 她说出了刚才的事情 但男友还在监狱里 面对好友的安慰 玛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心情 眼前又出现了幻觉 看到临坐的女人头上 源源不断涌出鲜血 染红了半张脸 她惊呆了 亦是有些怀疑自己能不能康复 在好友的劝说下 拾起了信心 玛丽回到家 将电话线重新插上 电话铃立马响起来 里面的声音 让她仿佛重新回到了那段噩梦般的生活 电话是男友杀死的 最后一个女孩的母亲打来的 因为她没有救下那个女孩 亲眼看着对方死去 女人将仇恨转移到了她身上 要为女儿复仇 玛丽十分害怕 猛地挂断电话 将电话线拔掉 但铃声依然接连不断地响起 她直接将电话砸烂 跑了出去 一直到晚上 玛丽上了好友的车 一起前往加油站 今晚可能下雨 这样她再次想起男友的恶行 对方总是在雨夜杀人 还会特意给她打过去电话 点同一首歌 果然半路上就下起了雨 两人也终于到了加油站 好友不放心她 跟着一起进去 加油站的另一位店员 正在里面看杂志 见到新同事到来 立马热情地站起来 将玛丽如何收盈 好友在确认她身影良好 便准备离开 当坐进车里 等候多时的男友 一锤子砸进她的脸蛋 将大叫的好友拖走 玉声阻拦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毫不知情的玛丽 正在和同事交接工作 目送走男人后 店里只剩下她一人 她无聊地看着四周 将同事交代的地方 全部看了个遍 又跑到外面抽烟 没注意男友 就在她的邪后方 默默注视着她 玛丽总觉得身后有人 但她扭过头 后面空无一人 便回到店内 看到有个人影一闪而过 她小心前往货架查看 电话突然响了 是来询问加油站 什么时候关门的 玛丽回答了对方 没想到电话接二连三打进来 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她焦躁起来 接起最后一个电话 发觉竟是复仇女打来的 急忙挂断 吃药解压 女孩给好友拨去电话 却没有打通 她去了店内的卫生间 洗了把脸 鼓励自己振作 外面传来门铃声 马里跑了出去 接待调戏她的轻挑男 送走了客人 就发现对方忘记拿信用卡 赶紧追了出去 人没追上 却看到浑身冒火的男友 朝她走来 她害怕的后退 撞到了返回来的同事 误以为对方是男友 用力打了她一拳 才发现是个熟人 急忙将人扶进去上药 原来同事从老板那里 知道玛丽曾坐过牢 受对方所托 特意过来看看 见一切如故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向女孩询问坐牢的原因 玛丽便说出自己的经历 她的男友是个雨夜杀手 已经虐杀了35个女孩 女孩一直不知情 但某一天下班回家后 她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 以为是下水倒堵了 就去了地下室查看 里面全是水 她本想喊男友来处理 却在里面发现了尸体 而男友就站在她身后 默默地看着她 在对方的威胁下 她闭口不言 也是在那之后 变态的男友会让她观看 她是如何虐杀女性 直到最后一个年轻的女孩 也就是复仇女的女儿 亲眼看着年轻的生命逝去 玛丽再也忍受不了 放火烧了房子 人没什么事 她却从此得了妄想症 听完一切 没什么事的同事离开了 店里又只剩下玛丽一人 在招待客人时 她接到了电话 里面是她十分熟悉的音乐 每当男友杀人时 都会为她放这首歌 女孩吓坏了 赶紧刮断电话 可铃声再次响起 她不敢接 跑到了外面的卫生间 镜中却映出了男友的身影 她急忙回头 后面却没有人 想到客人说马桶堵了 她过去查看 在里面发现了一缕头发 以及好友的身份证 一只鞋手突然从里面伸出来 死死拽住她 玛丽用力挣脱跌倒在地上 马桶里声响不断 血水从里面涌出 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旁边 质问为什么不救她 玛丽死死抱住头 念叨对方不是真的 果然一切都消失了 一双手 突然从身后的墙里伸出来抱住她 她赶紧躲开 那里一恢复如初 再也没了突发状况 玛丽匆匆回到店里 就发现贾士官来了 过来看望她 顺便借个厕所 她便让人去了店里的那个 再一转身 男友出现在她面前 向她问好 如同往常一般 玛丽不停念叨着 却挨了一巴掌 痛感是如此真实 她不可置信地摇着头 紧闭住眼 再睁开时 面前站的是个女人 被方问了她一个问题 就像在电话里那样 玛丽惊呆了 大声质问起来 却什么也没问出来 女人和贾士官都离开了 她无助地坐在座位上 却从电视里看到好友的车 玛丽小心走过去 看着车窗上的字 迅速跑回店里 给贾士官和同事 分别打去电话 都无人接通 女孩躲在柜台下 精神观察四周 来到后面的屋子 好友和同事竟然在里面 男人还在不断挣扎 玛丽飞快跑了出来 遇见了之前的女人 她向对方请求帮助 女人却拿出了一张照片 她竟是复仇女 复仇女拿出刀挥出去 玛丽因此受了伤 她向外逃跑 躲进仓库 拿起一个酒瓶 将闯进来的女人砸倒 向外面跑去 对方却抓住了她的脚 千千以发之际 贾士官回来了 击杀了羽衣女 确认人死亡后 男人催促玛丽快点离开 她的男友越狱了 想着在屋子里 见过的好友等人 玛丽震惊地发现 一切竟都是真的 男友出现在贾士官身后 将他们先后砸晕过去 当玛丽再次醒来 她被绑在椅子上 对面是三个熟悉的人 男友走了进来 将还昏迷的两人颇醒后 随后让玛丽看着她 她抡起锤子 砸死了贾士官 竟仍然没有停手 直到将头砸烂 男友又走到了好友身后 逼迫玛丽说爱她 女孩说了以后 她却将塑料袋 套在好友头上 堵住所有出气口 闷死了她 玛丽十分绝望 大哭起来 男友还不罢休 滴了一桶汽油进来 倒在了同事身上 还未点火 外面传来风铃声 玛丽大声求救 却被堵住了嘴 在男友离开后 她不断颤动着手腕 挣脱了铁丝 给自己解了绑 然后去为同事松绑 男人却制止她 催促她快点 去拿老板留在这里的枪 玛丽按照指示 将枪拿到手 又将子弹填充进去 才去为同事解绑 外面轻挑男回来 发现了地上和天花板的血迹 赶紧报了警 却没按照要求回到车里 反而在店内乱转起来 来到了后面的屋子 玛丽还以为是男友回来了 开了枪 杀死了轻挑男 两人走了出去 发现打错了人 玛丽十分愧疚 同事接过枪 向外面走去 店内突然漆黑一片 只有外面的灯光还亮着 勉强照亮屋内 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两人紧张地靠在一起 又听到了警笛声 欣喜的他们决定去找警察会合 男友突然出现 打死了同事 玛丽急忙逃跑 里面的灯突然亮起 她深吸一口气跑了出去 向警察求救 两人上了车子 警察在汇报情况时 男友出现了 将警察一枪抱头 玛丽跌跌撞撞地向外面跑去 男友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玛丽跑进一处房子内 四处寻找着活人 发现男友已经追了上来 趁对方在里面乱转时 她跑了出去 躲进了一间屋内 看到了桌上的铁球 拿了起来 随后躲在外面 在男友出来时砸了下去 她来到公路上 向过往的车辆求救 没有车肯停下 玛丽只好跑回加油站 左上门 来到后面的办公室 盯着墙上的路头 将她取了下来 在男友砸开门后 大喊着将路脚插进对方的身体 祸下倒地 玛丽一跌倒在地上 她哭着爬向响铃的手机 男友以用力将身上的路头取下 靠在门边 诉说自己的爱意 玛丽靠在身后的桌子上 凝视着男人 慢慢睡了过去 天光大亮 玛丽猛地惊醒 男友的尸体已消失不见 她走了出去 看着周遭的一切 离开了这里 一段时间后 玛丽在一家理发店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但就在收拾东西时 镜中竟出现了男友的身影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全片 世界有个疑点 男友到底是真实存在 还是女主的幻想啊 毕竟在天亮后 男友的尸体就消失了 又在女主开始新生活时出现 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师姐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